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11月3日,星期日 我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呢,分享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是胡锡进写的 胡锡进的妈妈呢,最近去世了 她妈妈是享年93岁 她写了一篇导文,纪念她的妈妈 以及呢,写了她妈妈整整这93年当中 所经历的社会变迁 我觉得她这篇文章写的还不错 不愧为著名总编的手笔啊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读一下 老胡经历了生命中最悲伤的几天 10月31日中午 我永远失去了亲爱的母亲 今天我们安葬了母亲的骨灰 母亲名叫萧金凤 享年93岁 她是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 不怎么识字 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她还是小脚 这是她的一生穿越了很多时代的一个标志 这张照片大约是母亲四十几岁时照的 很符合我和姐妹记忆里小时候妈妈的样子 这也是当时中国普通劳动妇女的大致样子 我们几个子女决定就用这张照片做母亲的遗照 母亲比父亲大三岁 应该是老人做的主 联姻的原因应该是两个家庭 都是河南农村的基督徒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 又是缠足小脚 但她赶闯 她在父亲参军打仗离家后 辗转千里 历尽千辛万苦 找到父亲所在的部队 她是幸运的孟江 那时母亲二十几岁 父亲更小 在姐姐出生后 母亲又能抱着姐姐远行 去父亲的部队中探亲 就是在那次探亲中 父亲所在的部队突然集体转业 部队中的干部 顺手给母亲写了个随军家属的证明 我们几个子女 真是要感谢母亲的那次勇敢的探亲 感谢她赢得的那张随军家属的证明 母亲随父亲来到北京 就用她办下了北京的户口 从此我和妹妹们得以出生在了北京 那个年代 孩子的户口随母亲 我们差一点就是另外一个命运了 我小时候家里不算最穷的 但经济上也很拮据 母亲主家 她把家里的绝大部分钱 都用来增加全家人的营养 我想要一件新衣服 要一个皮球都很难 但是我们家总是有肉吃 早上还经常买油饼 我小时候总生病 得过甲肝肺炎 动不动就发烧 长大以后 我奇迹般的有了一副强壮的身体 再也没有得过大病 如今熬夜 单位里的年轻人也拼不过我 我相信这肯定与母亲 对一家人身体的照料有关 母亲鼓励我们读书学习 她早早的把家里的一部分钱 交给我和妹妹过日子 我们省下的钱可以买书 我和妹妹一分钱一分钱的省 省下的钱全都买了书 我一遍遍经读买来的书 很多书的插图 哪句话在书页的什么位置 至今都还记得 他们建立了我对书的世界的最初可求 爸爸专门打了一个大书架子 上面全是我买的书 那一架子书成了我在辛苦的少年时代 面对伙伴们的骄傲 也成了我与别人换书看的资本 不识字的母亲就这样 把我推向了知识的世界 母亲搞不太清楚 我做什么工作 她老了以后 对我说的反反复复 就是两句话 儿啊 注意身体 儿啊 别得罪人 在她临走前的最后一个月里 她时尔能认出子女 时尔认不出来 她最后一次认出我来 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别太累了 注意身体 母亲生了五个孩子 我的哥哥九岁时溺亡 对母亲造成沉重的打击 家里有一张合影 那上面有王兄 留在世上的唯一影像 那张照片在很多年里 一直被母亲保存着 几十年过去了 我和几个姐妹不再提王兄 我也几乎把她忘了 但是母亲仍然记得她 有一次她突然念叨 梦见了我的王兄 她说老公 我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母亲 母亲当年勉强挤入了工人阶级 她大部分时间里靠用缝纫机绣花挣钱 隶属于一个绣花厂 该绣花厂在改革开放后 不知怎么变成了电器元件厂 母亲在退休前的最后几年 沾上了电器的边 正为她赢得了一份退休金 她的退休金一开始 与离兄父亲的退休金 差距很大 但是父亲的退休金 有很长一个时期 不怎么长 而母亲的几乎年年都长 两人退休金的差距越来越小 母亲太普通了 她的人生大部分由社会的大潮来塑造 社会给她多少公平 她就拥有多少公平 她的主观能动性很有限 长寿最终成了她与命运博弈的最大资本 使她更多享受到了社会进步和子女成长 带来的福利 直到走失 母亲的头发大体是黑色的 受她遗传 老胡至今一头黑发 周六 我去乌镇出差 周五我去看母亲 她已经很虚弱了 我连着喊她妈 她的眼睛睁开了 冲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星期天晚上 我接到家里母亲病危的电话 我当晚赶回北京 母亲已在ICU病房 我在喊妈 她已经毫无反应 我那时真正感受到 能够喊妈 这是人生多么宝贵的幸福啊 从今往后 老胡与母亲阴阳相隔 我再也无法喊妈 并且被母亲听到 母亲撒手 人寰了 她留给了人世间的我 永远也追不上的背影 我要对所有有母亲的人说 好好爱你的母亲吧 多回家喊她几声妈 我发誓 这是你有一天最留恋的人生幸福 母亲多长寿 你的童心就有权利延续多久 母亲还像你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屏障 给你生命的踏实感 无论你多大岁数 一旦失去母亲 你都会有孤儿般的悲伤和无助 母亲肖金凤千古 希望有一天 在另一个世界里 永别成为重聚 我们仍是至亲的一家人 无论是否贫穷 有你在 我们的家就是温暖的 老胡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朴实 非常的真挚 也非常的感人 尤其他里面的一句话 他说对于那些有母亲的人 你好好爱你的母亲 多回家喊她几声妈 老胡说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 能够认识到 这是你在人世间最幸福的时刻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那样的一个人 你喊她妈 她能够听到 好 我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